新上任的文化部长龙印台星期四 在出席行政院会后 首都专理文化部各司司长 对未来文化市政规划进行报告 以泥土化、国际化、云端化和产值化四大面向为主 发表文化部的政策与展望 520后新成立的文化部部长龙印台 率三位次长、七位司长召开记者会 首都对外说明文化部未来的市政蓝图 龙印台提出泥土化、国际化、云端化及产值化 四个大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也就是说 它的最基本的工作是泥土化 村为单位 我们全台湾总共有7835个村 就是我们对于国民的整体的文化权的落实 跟国民的美学素养的提升 而且把它做到 希望做到是以村为单位的 这一种努力的方向 国际化部分 龙印台表示将加强全球文化布局 而在回应有关两岸文化政策 他抛出召开两岸文化前瞻会议的说法 时间地点开放讨论 只是大陆曾提议要和台湾签署文化协议 外媒关注 这个两岸文化会议是否也在为文化协议预作准备 龙印台如此回应 台湾的社会结构 它是一个以民间社会为主的社会结构 所以一个文化协议 它不是一个由政府从上而下主导的 笼盖的一个社会 所以这个文化协议一定要它有实质的意义 可能是比较好的 龙印台表示 受全球化影响 人口社会结构都在改变 国家的文化政策该怎么走 它希望未来通过更多实质的咨询会议 开放讨论后提出最好的政策愿景 新常人亚太电视 郭云开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